他比我大 99岁 他比我大一轮 我87岁 这是星云法师给孟参老和尚注寿的罕见影像 两位高僧再度聚首 互相赞誉 禅机妙语不断 充满发喜 2013年7月6日 阳光普照的普寿寺迎来了一个特别的时刻 孟参老和尚即将迎来他的99岁华诞 远在台湾的星云法师提前几天专程赶来 为孟参老和尚送上祝福 孟参老和尚得知知友即将到来 多次想要亲自出去迎接 但弟子们考虑到师父已经年迈 劝他安心在房间里等待 在房间里 孟参老和尚总是坐立不住 来来回回踱步 当孟参老和尚得知星云法师还有20分钟才到达时 他看到弟子们早已在烈日下等待 心中顿时生出不忍之情 他关切地说道 不应该让大家提前这么早来 暴晒在阳光下实在太辛苦了 终于星云大师抵达了普寿寺 在逝者的引领下 孟参老和尚亲自前往大门口迎接 两位高僧一见面便紧紧握手 彼此寒暄 互相搀扶着缓缓前行 这时晴朗的天空突然洒下甘露 信众们纷纷感叹 这是佛法改映的奇迹 正如经书所述 善缘汇聚 天降祥瑞 入座后 随星云大师一同前来的弟子们 齐齐向孟参长老行礼 星云大师随后献上了一份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 两位大师 一位99岁 一位87岁 正好相差一轮 孟参老和尚与代禅机 称赞星云法师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今日重临此地 正是他的智慧光芒普照四方 星云大师谦虚的回应 自己不过是星星之光 孟参老和尚风趣的说 我把我的99岁给他 他把87岁给我 话一说完 引得众人会心一笑 星云法师则表示 此次特地前来为孟老祝寿 是文殊菩萨智慧光彩的指引 也是他和孟老身后姻缘的体现 孟参老和尚和星云法师的结缘已久 1988年 在美国洛杉矶 星云法师为希莱寺落成而来 他亲自迎接 而今天 星云法师来到五台山 他同样在门口迎接 后来 他参加了佛光山开山纪念大会 见到了星云法师的母亲 这位慈祥的老菩萨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他感到非常高兴和敬佩 也为他有如此了不起的儿子 星云大师听后 微笑着说道 现在的佛光山和当年不一样了 您应该再去一次 孟参长老则风趣地回答 我刚回来 短短四字 引得在场的众人一阵欢笑 由于时间紧迫 两位高僧的对话很快就结束了 孟参老和尚亲自送行 看到烈日当空 他一度举起手掌 为星云大师遮摇 当天下午 星云法师在法堂开市 一千多名僧众前来聆听教诲 并与大师互动 与此同时 孟参长老继续接待 前来拜访的信徒们 一天内 他要接待五六百人次 对于已经九十九岁高龄的他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许多信众都带着捐款前来 其中有一位捐了巨款 具体金额弟子们没有透露 只说是很大很大一个数字 然而孟参长老却将所有的捐款 都用来印纸经书 他说那是纸 不值钱 他只是经书说的 这是法财 这个才值钱 这个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 这才是无上的财 就说是一个人的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